好創下 我剛剛講 美國現在對中國的半導體行業 趕盡殺絕 但是呢 趕盡殺絕的同時呢 華為上個禮拜一場大火實驗是燒了 同一時間呢 富士康要去馬來西亞 飆爆春菌原廠 那同一時間呢 中心一跌倒 今天一早望紅 然後世界先進 今天事實上包含連電 早上都直接亮燈轉停 現在看起來 美國趕盡殺絕的同時呢 中心跌倒 排場吃到飽 川普要對中國的晶片 晶片的半導體呢 趕盡殺絕 先前是華為 而且26號的時候 開始對中心已經要動手了 在這個整個美國 趕盡殺絕的時候呢 結果中國呢 就出了一場呢 這兩天他們網路上樂意叫做 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火災 為什麼叫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火災呢 就是突然之間 你又看到沒有 在兩天多前呢 熔煙密布 就在華為的松湖基地裡面呢 一直衝上去 那個足足燒了兩個小時 好 這個是華為在東莞的這個實驗室 而且是半導體的核心晶片發展的這個基地 對 這一燒起來之後呢 就要悶燒了兩個多小時 而且整個這個情況之後呢 馬上先傳出來之後呢 當場的時候附近的居民裡面呢 就想說全面封鎖 所以那個整個高速公路都塞車 塞得到傍晚的時候還在塞 它是下午三十點 代表著完全不能讓人進去 然後他們這邊就講呢 後面呢 他們整個消防隊呢 出動了一百四十個人 可是呢 他們就說這只是旁邊的一個工廠 跟這個5G的實驗室 一點關係都沒有 可是他們的整個說法裡面呢 不斷的露線 所以這幾天中國的網路上網民都樂意 這個絕對是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一個失火 在重要的時候 倉儲或什麼地方就該失火 而且後面就講了 現在華為的工程師呢 和科學家應該可以好好的放假休息了 他們再也不用擔心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習近平正要那個全民大煉心 大煉鋼 在這個時候呢 華為呢 你的鴻蒙啊 你的麒麟晶片啊 你的量子通訊 這個時候都要交出成績單 你們過去的時候 已經拿了中央這麼多錢了 到底成果怎麼樣了 一場火之後 他們就說 哎呀 現在整個華為就放心了 因為這場火真的太怪了 第二怪怪在哪裡了 首先呢 中國的東晚的消防隊 馬上就說沒有死人 可是後面又說死了三個 那死了三個怎麼辦呢 他們又說 這跟華為的工程師都無關 這死的呢 是整個在當時的時候 物業管理的裡面的官員 地方的人士死亡 那第二個呢 他們說這個東西呢 剛開始講說是 裡面因為他是實驗室 所以是吸音棉失火 可是大家馬上講了 這個不管是吸音棉 或電波暗示 裡面用的那個吸音材料 都是要隔火的 都是要隔熱的 要點燃起來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他們自己又把這個公告裡面 吸音棉失火給拿掉 所以到底是什麼失火 他們說是建材 可是建材的話 一定是火關衝天 不會是這個樣子 所以再過來呢 很多人又看到說 在救火的過程中 他們說完全是不是 跟實驗室無關 可是有很多穿著白色衣服的 防護衣的 接近是深化層次的 如果不是一個嚴重的實驗室 你怎麼會動到這個狀況 所以這個整個華為這場火 就被人家講說 是不是因為你現在呢 要開始驗收你的成果了 過去拿了這麼多錢了 開始有長官要來看了 所以該要失火的時候就要失火 叫做中國社會主義 這樣一個失火 因為中國過去的時候呢 在推動半導體的時候 曾經呢 成立了一萬多家 而且在今年的時候 因為中美貿易大戰的時候呢 又多了七千零二十一家 全民大煉星 要進入這個時候 而中國呢 已經要投了 將來的時候要投九點五兆 將近我們台幣 四十二兆人民幣 大家都要進去 可是你在這麼多地方 你到底人不人 所以最後怎麼辦 只好呢 該失火的時候要失火 該放假的時候要放假 這些工程師呢 就可以告訴老師說 我的作業本被燒掉了 所以我今天不能來交差了 而在此同時呢 中國下一個壓力呢 就是中芯半導體 美國商務部在二十六號的時候 寫信給美國相關的很多廠商 他們認為說 中國中芯和他的子公司 很可能把美國取得的技術 轉嫁到解放軍 所以要求美國的公司呢 開始對於中芯的任何的出口 任何的什麼狀況 要經過美國呢 報備 而且美國審查後核准 這就代表著對中芯的一個限制 又開始要下一波的攻勢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中芯呢 其實裡面呢 有很多他們內部的工程師 就說如果在這個時候 對中芯的前景也是不樂觀的 而在不樂觀的時候 中芯鐵島 台廠吃爆 所以這個時候會看到 我們的聯電 世界先進 旺宏都在這個階段 他們的股價 在今天一開盤的時候 就開始往上飆揚 因為中芯在倒的時候 又是換台灣可以獲利 美國內部再過36天 川普要面對大選的連任 可是國務院跟白宮的團隊 追殺中芯 追殺中國半導體 從來沒有停守過 趕盡殺絕的同時呢 今天中芯股價重挫 那在台灣 連電 旺宏 華邦電都直接亮燈 掌停 可是創下同一時間 中國對台灣的文攻武嚇跟統戰 也從來沒有鬆手過 尤其是面對台灣 現在民調裡面 對中國的厭惡 然後面對美國 這樣不斷的介入 不斷的過來保護台灣之下 他們中間的 就開始的大內宣 開始今年的主角 變成是台灣 所以他們10月1號的時候 他們以前都會 在國慶的時候 他們的11國慶裡面 找一些人來唱歌 唱我的祖國 今年就特別鎖定了 由台灣的歐陽娜娜過去唱歌 然後唱的就是 他們要唱他們的這首歌 我的祖國呢 是一個強大的祖國 是一個到處都是溫軟的陽光 歐陽娜娜呢 也出來說 他要去唱這首歌 因為他整個事業 目前基礎都在中國大陸那邊 那不但如此呢 張曹涵呢 也安排了 要唱最後 在中間的時候 後面要唱一首歌 叫守護 要守護著中國 祝中國呢 繁榮昌盛 那這個出來之後 還不止如此呢 他們最近還特別把已經沒人注意的海峽論壇裡面拿出來有個阿美族人 阿美族人呢 叫做楊彼業 出來大聲的喊說 他是代表台灣的部落 要向偉大的祖國致敬 他樂到做一個驕傲的中國人 然後就出來了 那這裡面呢 其實這個香檳業呢 他是花蓮長大的 但是呢 他小時候就在台北 後來讀了建宗政大 十一年前 就在二零一年就去了北京 在那邊開夜店 所以他今天也在那邊出來 然後這樣一個東西呢 對中國都完全用台灣人 用原住民來做統戰 有一個人就特別嗨 這個人呢 就叫做胡錫進 環球時報的胡錫進開始就講了 你看連台灣呢 這些人呢 其實很多人呢 台獨勢力 你看你這些年輕人都不支持你們 然後後面就講說 他現在覺得台灣呢 就很像1949的北平 1949北平就是 周圍都被包圍了 你已經孤立無援了 可是大家覺得奇怪 現在被包圍的是 好像是中國共產黨 是中南海 但是他就說 我們台灣被包圍了 講得非常哀 而面對這樣的事情呢 蘇貞昌呢 這也看到了蘇貞昌講的是說呢 他呢 沒辦法多做發言 但是呢 我們的陸委會和文化部 已經有進行了解 因為在法律上呢 他們的國籍要怎麼處理 法律上是沒有辦法說 直接撤除他國籍 雖然網路上有很多的聲音 但是網路上更有一個聲音是說 希望那個歐陽娜 他的爸爸歐陽龍可以出來 因為根據我們國籍法 第十一條第三款 我們政府可以輔導他 如果那麼討厭台灣的話 輔導他 放棄中華民國的國籍 這是法律上行的 我們可以把這表格準備好 如果歐陽娜娜 你真的那麼喜歡中國的話 歡迎你趕快來我們的內政部 填這些表格 放棄你中華民國的國籍 那你看 這是我剛才在 我當心來 這就是自己的 或者對